港股今日表现偏远,最多跌124点,成交略为增加 市场观望,美国联储局会议结果,亚太区股市今日普遍向下 恒指今早早轻微低开5点后持续向下 午后受到内地股市拖累,跌幅曾经扩大,最多曾经跌124点 未试跌幅收窄,收市跌71点,报23,180点 至于今日成交略为增加至550亿 跟着跟大家跟进一下焦点板块今日的收市表现 本地银行股今日有炒作 永恒银行的主要股东可能向独立第三方出售四成半的股权 永恒今日收市急升挨近四成,报116.8 另外同样谈卖盘的创卿银行今日是继续向上 收市升超过3%,报32.75 东亚收市升超过5%,是升幅最大的蓝筹 另外大新银行收市急升1成7 至于昨日急升的博彩股,今日个别有回吐 当中银行娱乐收市跌超过2%,报54.15 跌幅第二大的蓝筹 但二三线的豪赌股有炒作 其中实得环球收市急升超过3成8 至于澳门来进方面是升1成半 澳马市方面是急升2成2 另外见到燃气股今日可以逆市向上 当中中油燃气方面收市升超过8% 华运燃气升超过4% 中国燃气升超过2% 接着跟大家跟进一下焦点股份 今日的收市表现 天屋国际今天首日挂牌 曾经高见过3.71 今日收市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债报3.67 比招股价高出1成6 外围方面 美国今晚会公布8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大家可以留意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